主持政务需要的是专业 参与政治就还得要外加运筹和妥协了 学者出身的蔡英文走入政党 一开始让各界亚裔 也担心会不会是误闯丛林的小白兔 然而她带领沦为在野的民进党 从谷底攀升连续打赢了好几场重要选战 也成为民进党第一位党员直选成功连任的党主席 更击败党内天王挑战总统大卫无敌手 蔡英文的胆士 毅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一再通过考验 在新旧观念交错的台湾 蔡英文收服男性 折服女性 吸引年轻人 她是怎么做到的呢 继续来看 第三单元 总统好 总统好 2000年台湾政党轮体 陈水扁当选总统 民进党首次执政 两岸政策得小心硬硬 主导两岸事务的陆委会 得委由专业信得过的人出任 蔡英文的这个专专业的形象 或者是说她在主权上的路线的坚持 这个部分是可以让人放心的 那她把它放在这个陆委会这个角色 对于一个从事这个中间路线要进行努力的人来说 它会是一个安全阀 同年5月22日 43岁蔡英文 从过去国安会咨询委员的幕僚角色 越身为陆委会主委 踏上政治舞台 蔡英文深知 两岸关系的重要性与敏感性 积极横向沟通协调 绝不让两岸政策变成多头马车 蔡主委的个人特质就是说 你不听我的话 我就讲到你听为止 哪一个部门到最后都尊重 以礼服人以专业取胜 蔡英文协调各部会 在任内促成从无到有的金马小三通 开放中国观光客来台 开放台湾金元厂赴中国投资 以及完成了第一次的春节暴击 大家都会依照他的话来做 他的治军是非常严明的 他的口令祭出 他的命令祭出 大家都必须要跟随走 他带军严明的结果 建构成一个非常强的战斗团队 第一次当政府首长 蔡英文表现得可圈可点 四年后2004年 蔡英文卸下陆委会主委职务 也婉拒出任驻美代表 和经界会主委的提议 他只想回家 陪陪父母好好休息 现在想要有一段时间休息 但是半年后 碰上国会年底改选 蔡英文又被征询 出任不分区立委 基于对民进党的认同 蔡英文终于点头 入党接受征招 2004年12月 蔡英文正式当选 民进党排名第六的 不分区立委 他有一个很好的 优质的条件 就是他非常聪明 他有很强的学习能力 那他 我对他的观察 他忍毅力 够 思路清晰 条理分明 蔡英文的形式风格 让他成为民进党热门新秀 一年多后 2006年 蔡英文更被掩揽入阁 成为行政院长苏贞昌的副手 负责主导财经政策 从委会主委到立委 再到行政院副院长 一连串的从政之路 蔡英文坦言 这的确不是他预料中的事 我对我自己做什么事情 没有说我一定要做什么事情 但是我要 我要 我要让自己确保一件事情 就是我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会全心全意投入 同年6月中旬 行政院召开台湾经济永续发展会议 由副院长蔡英文负责主持 但直到7月28日闭幕后 蔡英文才透过简讯告知 傅桑请假一个礼拜 外界也才晓得 蔡英文的父亲蔡杰生 已于7月7日病逝 享年87岁 碍于公务再生 蔡英文把父亲辞世的悲痛 藏在心里 谢谢大家 2007年5月21日 苏仁昌内阁总辞 蔡英文再度卸下公职 当时中研院院长翁启慧 中研院院士陈良博 艾滋病治疗权威 何大一博士等人 为让台湾的生物科技产业 能够跟上世界脚步 正积极筹划宇昌升级公司 看重蔡英文 曾在傅格魁任内 辅助生计产业有功 说服已无公务在世的蔡英文 担任董事长 我现在的兴趣 应该是全心全力的让这个发展能够上 但是蔡英文当生计公司董事长不到一年 便面临2008年民进党败选 二次政党轮替党内气氛低迷 由谁领导这个党继续走下去是一个难题 有政务官历练 形象又清新的蔡英文又再度被承认 不过蔡英文入党才三年 何况领导一个政党可不比当政务官或是当立委 蔡英文考虑再三 终于首肯参选 也以五成七的得票率 成为民进党有史以来第一位女党会 很多朋友很对 就认为说这个牺牲太大 那他讲一句话 他说民进党过去八年给我的政治资本 我现在通通还给民进党 我就拿这个政治资本出来 把民进党再带上来 没有错 有很多的时候我的想法 或者是我所说的事情 受到有些人的批评 那甚至于有些人的谴责 但是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有常常的问自己说 这个事情跟你坚持的一个价值 跟你的信念是不是吻合的 面对外界质疑 蔡英文用自己的节奏走自己的路 不哗众取宠 不激情 却很理性的领导风格 逐渐获得选民认同 2009年9月到2010年2月 三次共八席立位普选 民进党一举夺下七席 其间县市长选取的得票率 也比上届增加了百分之七 大部分人都很惊讶 就是说像蔡英文蔡主席这样的人 怎么可以根本不像一个政治人物 他也不懂得群众的语言 然后你说他会讲话吗 好像有时候讲话会绕来绕去 就是讲得很复杂这样 但是你从事实上来看 他把民进党从谷底带上来 积极争取知识的认同 也积极监督马政府 2010年4月25日 蔡英文和执政党主席马英九总统 为了ECFA进行首场双赢辩论会 这个自由贸易之后 也许贫富差距会受影响会扩大 但是要做的不是说 我们就因此不要去贸易 总统说势在必行 而且一定要签 而且我们因为有中国的承诺我们 中国为什么要对我们这么好 要给我们这样的让利呢 同样承认陆委会要职 同样是党主席 蔡英文成为抗衡马英九的最佳人选 2010年5月 蔡英文以9成以上得票率 再度党选民进党党主席 不仅得票率比上届增加了三成多 更是民进党首位党员直选连任的党主席 以前会批评会急着说 你没告诉你的人 现在其实会发现说 虽然有时候讲话是温和是理性的 但是他心里是很坚决的 他的意志力是非常强的 成功的临任党主席后 蔡英文也立刻宣布 投入人身低场公职选举 披上直辖市新北市长战袍 也可以说蛮倔强的 所以他认为对的事情 那他心里会有一个很大的力量 说他一定要把他做到 2011年蔡英文更宣布参选总统 成为台湾有史以来 第一位女性总统候选人 蔡英文的崛起 我认为并不是一个偶然 蔡英文她是一个不讲空话 所以她 你说她是从学术界进来 她把一些理性的思考带进政治来 第一次挑战女总统 蔡英文获得609万票 败给连任马英九的689万票 虽没成功 但蓝绿票数差距 比上一届拉近不少 从相差200多万票 大幅要进 只差将近80万票 我刚才已经宣布 持续民主进步党的党主席 在雨中宣布请辞 如何把支者的泪水化为动力 蔡英文一直蠢躲着 未来我们希望用思考力 行动力跟社会力 这三支火柴 结合广大的社会 民间的能量 一起点亮台湾的希望 大选结束后半年 2012年8月 蔡英文成立小英教育基金会 密集下乡探访民意 但是为什么会 我也觉得快 我也会跑下来 走入人群欢心淋漠 卸下党主席职务后 蔡英文的脚步没停歇 两年来蓄积人气 等待时机再要起 2014年5月28日 蔡英文回锅 第三度当选民进党主席 随即面临九合一选举 蔡英文全台奔波浮选 而指正的国民党 则是受到红仲秋事件 太阳花悬运等影响 民怨沸腾 选举开票结果 直辖市长和县市长部分 民进党抢得13席 一口气增加7席 国民党从原本的15席 掉了9席 只剩下6席 隔年2015年2月 5席立位补选 民进党抢下3席 维持平盘 但得票率增加了一成以上 蔡英文抚选有功 领导态势更加稳 有名义作为后盾 这更加确立蔡英文的下一步 再次投入总统大选 他深知此时的台湾人民 需要的是多一个选项 他认为凡事都可以回归到 理性的分析 他认为是对的 他会去确定他的方向 然后他会去坚持 从学界踏入政界 蔡英文用智慧化解危机 用理性凝聚共识 对于个人的未来人生方向 堵实而坚定 这个社会有很多的资产 是累积在我的身上 所以在选择你要做什么 或你不做什么的时候 你真的要考虑到 你对这个社会的责任 或者社会是不是在这个时候需要你 当社会不需要你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退场 但是社会需要你的时候 你就要进场 十多年的政治历练 从面对民众的声色 到熟悉群众互动 选者出身的蔡英文 正逐步攀升政治高峰 面对人生的另一项挑战 这集蔡英文前传 我们筹划多时 制作的过程也多次的更新改版 我们更尊重蔡英文女士 对自身和亲友隐私权的保护 另外许多台面上 进行中的风头事件 需要时间的掏写和缠电 才能够写定历史 因此我们谨慎的取舍 蔡英文有着豁达又积极的座右铭 她说要做个有用的人 当社会需要她就进场 社会不需要的时候就退场 但显然因此自由用武之地 在中华民国的天空下 她拥有了非常宽广的挥洒空间 这集《台湾演义》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我是胡婉玲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生活紧张又忙碌 让你常常